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9月3日 星期四 我們現在看到中共在不同的地方 都在點火頭 新疆西藏不僅僅 跟印度的關係 搞得很僵僵 對抗新疆 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的手段 也是世界上不恥 遭到 歐美的國家 升徒 香港問題 也是 使得全世界更加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魔頭 也持著自己的勢力 一直以來 對台灣民工武嚇 南海就欺負那些弱小的國家 菲律賓 馬來西亞 越南 印尼這些國家 我們看到現在最新的一個地方 就是內蒙古 中共 就要對內蒙古的文字進行一個滅絕 9月份開始 學校就不再教蒙古文 而改用全部用漢文來教學 這件事激起蒙古人的極大反對 為甚麼蒙古人會很大反對呢 原來 這個內蒙古 反而是保存著蒙古語 這個 他們的正宗 而這個 外蒙 即是蒙古國 其實他們的人 是很羨慕中國 可以 學一種古的蒙古文 原來現在的 蒙古國 他們用的那些文字是新的蒙古文 老一輩的蒙古字他們已經不認識了 所以蒙古 就是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這個回鄂式的蒙古文 這個是十分之重要的事 我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甚麼是回鄂式的蒙古文 這個要說回鄭吉思汗徵討乃漫的時候 因為本身 蒙古其實是以往的失毀 發展而成的 他 當時是沒有文字的 到了鄭吉思汗徵討乃漫的時候 乃漫的 掌官員 為銀儀人 為銀儀人 被人俘虜 他仍然是堅守著國家的印訊 成吉思汗就覺得他 對於自己的國家非常忠誠 所以就由他管理蒙古的文書印訊 並教授太子 他用回鄂式的文字 回鄂式字母 書寫蒙古語 所以蒙古人從那時候開始採用回鄂式字母 即是回鄂式字母 回鄂式字母記錄蒙古語 到了元世祖時期 國師創製了白斯巴字體 但是 之後 由於16世紀開始蒙古信奉佛教 廣傳佛經 所以 到了明朝之後基本上沒有人再用白斯巴字 他只是用了 300多年左右 之後因為當時的蒙古人信佛教 所以很多蒙古文的佛教經書也是因為這樣 興起的 當時的16、17世紀 可以說是蒙古的文藝復興 因為之前很多蒙古文 用蒙古語寫的字都缺失了 後來很多人開始用蒙古文寫佛經 到了清朝也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蒙古 基本上 正宗的蒙古字 應該 是一個回鄂式字母 但是 現在的蒙古國由於當時受了蘇聯的影響 他是用了一個西里爾字母 這個基本上 這個字母 是斯拉夫字母 意思也是叫斯拉夫 因為俄羅斯、烏克蘭這些國家是斯拉夫民族 在南斯拉夫 南聯 即是克羅地亞當時叫南斯拉夫 斯拉夫字 斯拉夫字 俄羅斯正在用的字母 所以他的俄語 其實就是斯拉夫語言 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克山、馬其頓、伯俄 烏克蘭也是在用 這個也是屬於斯拉夫語 當時的蒙古 尤其是跟了蘇聯的關係 所以他也是 用了斯拉夫字母 去取代了他的蒙古回鄙字母 現在蒙古政府 覺得 身為蒙古人 原來很多人都不懂蒙古字 所以他們就在25年 即是5年之後推動 這個叫做回鄙文字 用回蒙古的古語 但是 中國在這個時間 就大力要扼殺這個蒙古語 基本上 就是想把蒙古最後一點血脈消滅 因為反而現在蒙古國的人 大部分人不懂蒙古文字 這個是十分可笑的 本國人竟然不懂蒙古字 祖宗的文字已經忘記了 這是共產主義 專門把自己祖宗毀滅 的一個文化手段 所以這次蒙古人 為甚麼如此強烈反抗 就是因為 在遠方的蒙古國 都受到文化迫害 令到人都不懂蒙古字 反而那個全成業在中國裏面的蒙古人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的歷史責任是要保護蒙古的文字 不可以讓他們失傳 現在說起蒙古 中共派了大量的裝甲車 北上 去 打算鎮壓蒙古人 現在大約蒙古有 差不多2000萬人口 內蒙 蒙古族大約是400萬左右 大部分都被漢人溝氣了 這次 中共派這個軍隊北上 希望 他們想鎮壓蒙古人 其實 之前 中共在蒙古搞了一件很嚴重的事 這個 可以說 是文革時候最黑暗的 內蒙古來說是一個最黑暗的歲月 因為當時 蒙古 北方的蒙古國 是跟蘇聯的 所以 他們叫蘇聯蘇修 蒙古為蒙修 蘇修蒙修 反而大家也想到了 有個外蒙古 而內蒙古裏面的蒙古族當然是被人當是內奸 所以當時 蒙古族少數民族在中國其實是受了很大的冤鬱 被人迫害得很厲害 出現了一宗事件 這個叫做內人黨的冤案 這個內人黨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別人以為是老婆 內人意思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這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簡稱內人黨 是成立於1925年 是民國時期 是北洋政府的時期成立的 當時是一班蒙古人 由中國共產黨慫恿之下成立的政黨 而他們在中共的幫助之下 就是在內蒙古運作 到了後來 在文革的時候 被人挖出來 就說有些 現在有新的內人黨出現 就說他們是要 叛國叛黨 所以製造了一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 當時 拘捕了很多蒙古人 強硬說一些蒙古人 入了一個組織 受外國指導 即是 旅通外國指導 即是通蘇聯 接受蘇修蒙修的領導在國內造反 然後 內蒙全境開始捉內人黨 先捉一些知識分子 或者在蒙古有親戚的人 那些基層領導 老實說 蒙古人在蒙古當然有親戚啦 內蒙古也是啦 入面沒有 但是一定有的 所以 他們就首先被人嚴刑敲打 逼供 逼他們說一些東西出來 有些人受不住了 就隨便說了名單 那些名單就跟著照名單再捉人 再把那些捉回來的人嚴刑逼供 之後又有一批名單又去捉過 最後 拘捕了30多萬人 當中有幹部 也有群眾 也有普通人 75%是蒙古族 大家可想而知 20多萬的蒙古族被人當是內人黨 當時 內人黨的數目 統計了出來 比全區 內蒙古的共產黨更多 還要多5萬多人 即是說全部都是憑空烈造 根本沒有那麼多人 最終 有16,000人被人嚴刑逼供打死 12萬人被人逼到傷賊 打擊了很多幹部 很多基層幹部 這段歷史是十分之慘痛 這次 中共動用了很多裝甲車上去 基本上 即時 勾起了這一場 內蒙古內人黨的雙痛 中共 這麼久以來 對蒙古沒有什麼好事做過 現在 又想重蹈當時來人黨福祭 又想搞究蒙古人 蒙古人當然是反抗 是不是 那麼 當時的蒙古 基本上不只是普通人 軍隊裏面也受 嚴重打壓 每一個軍區都有人被人瘋狂迫害 打死 打傷 也有很多殘廢 在內蒙古軍區 首先他們打出反對烏蘭夫反黨集團 然後 抓了幾百人 然後 內人黨之後 挖內人黨的時候更加誇張 再抓三千多人 超過十倍 然後 軍區的機關 再挖內人黨的時候 在司令部抓了160人 後勤部抓了217人 在政治部抓了195人 然後打死了其中10人 這場 冤案搞了兩年 最後因為搞到 打擊面很大 很多蒙古的人 步行 騎馬 爬上火車 用不同的手法去到北京告狀 當時 在北京的火車站 中山公園 國家的 民衛 民族文化公中南海 都坐滿了 來北京申訴的內蒙古人 那時候 中央才知道原來那麼嚴重 最後才喝停了 不可以叫他們不要亂來 現在的習近平 基本上是重蹈 內人黨的覆轍 想再做多一次 內蒙古的冤案 或者是一個大迫害 不單止內蒙古的全國的冤案 其實也老老續續地做 香港更加 已經被迫害超過一年 所以 現在我們就這樣看 全世界如果不是起來反抗這個政權 只有更加多人受害 這段歷史 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些其他的話題 我再跟大家分析 拜拜 拜拜 應該是 一開始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